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YouTube Channel 时间了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 三个频道《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多谢各位网友先 好了,今次就讲一下我们澳洲 澳洲有一位女士 她爱上一个不应该爱过的人 可能面临浪荡入獄 她10月1日的时候 被澳洲金融评论部评为澳洲最有权力的人 是第一名 第一名是澳洲四个州的州长 包括她这位前新南威尔士州的州长 Gladys Biragilien 她也是东欧裔 她爱上一个不应该爱的人 认为这段他们认为被媒体形容为不恰当的关系 令到她被澳洲的ICAC 即是联正共处查 她有可能会坐牢 所以人生就是这样 总会遇上几个人渣 那这位人渣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可能这位哥哥对她很好 对这位前州长女士很好 再说一次 这位前州长女士10月1日的时候 就被评为澳洲最有权力的第一名 不过是由四位州长 是叫做不分排名先后排第一名 我们总理Scott Morrison和摩总都是排第二的 那她是哪四位州长呢 就是新南威尔士州州长 就是这一集的主角 还有我们昆斯兰州州长 还有维多利亚州州长 还有西澳州州长 现在这位新南威尔士州的州长 Clydus Bielgillian 就一辅都是了 因为现在她就被ICAC查 即是我们澳洲的廉政公署 对于这位新州的前州长的行为 我们廉政公署ICAC 是会展开腐败调查 将会停取公职人员的一些证据 这样他们就会看看新南威尔士州这位前女州长 是不是受到她前男朋友 来自Wagawaga Maguire 这位男士的一些叫做煽动也好 或者叫做诱惑也好 就帮助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其实涉及的金额都挺大 总共就是三千万澳币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项目 事实上这位女州长她做事是真的挺好的 她被人炒的时候 新南威尔士州是有人联署要求她留任的 是有十万人联署的 都挺厉害的 跟她一起做事的同事 现在还在位 全部都说她是一个优秀的人 而且永远感激她 盛赞她任来什么都做得好 但是错了就是做错了 如果她真的有罪的话 如果她真的有罪的话 现在她还未定罪 澳洲就是行海洋法的 凌众密枉的 海洋法就是 还未定罪都是没有罪的 一天还未定罪都是没有罪的 其实我们的廉政公署就对这位曾经澳洲最有权力的女士 展开一个星期的调查 这项调查的时间范围就在2012年到2018年期间 调查的重点就是这位前女州长 莱迪斯是不是有两笔拨款是涉及贪腐的 两年前新南威尔士州的议员即是她的前男友 这个不应该爱上的人 其实又想起一首歌就是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等待一闪不开起的门 三变的眼神 金币的双唇 何必再去苦苦强强 苦苦追问 她不是梅家 是给一大笔苏州K给她前女友 这位议员 我都说过我妈和她拍照的就是麦佳亚 麦佳亚被查出 是协调地产交易并且试图从中获利 所以她被迫辞去议会的职务 澳洲廉政公署也叫ICAC 去年九月宣布 他们是对麦佳亚 即是这个为字 Waga Waga 议员对她再即时的行为进行深入的调查 其实当时 澳洲ICAC 就是对这件事举行了公开听证会 听证会就了解到 然后麦佳亚 就试图协调开发商 Louis Waterhouse 的一笔土地交易 而且她从中可以 获得69万澳币的佣金 时任新南威尔士州州的州长 Glidus Mirigillian 作为证人出席了听证会 而且瞬间成为澳洲各大头条的新闻 的确实 前州长女士透露 自从2015年开始 跟这位麦佳亚先生保持着秘密关系 以及 出席听证会前一个月 即是上年的年中 两人先分手 最令人震撼的是ICAC 是涉听了麦佳亚先生的电话 即是这位不应该爱上的男人 并且在听证会上播了一段录音 录音显示麦佳亚先生曾经 告诉前女州长即是曾经澳洲最有权力的这位女士 如果Waterhouse拥有的一块地 被有利地重新规划的话 他就可以赚到几十万澳币 前女州长就说 我不需要知道这一部分 他就说我不想知道这部分 女州长就说 这个是个人错误的 并且强调 她是没有做错任何事 一年之后 女州长似乎已经摆脱了这一宗丑闻 为什么呢 因为得益于她疫情期间的表现 她获得了民心 亦都很多人支持 所以她离任的时候 很多人叫她不要走 亦都是有 逝离的居民发起了一个叫西装行动 因为这位女州长很喜欢着 这个叫小洋装 或者叫做正装 就掛在 他们家里的 叫做 mailbox 即是 油伤 以示 对这位女州长的支持 不过 最后 这个女州长在这个月月初 都是 顶不住压力 宣布辞职 因为她觉得 如果再被调查拖累 可能新南威尔士州的 抗疫工作 不会好下去 那我对她表示 在这件事上 即她那段辞职是表示尊重 以及表示 觉得她算是上算负责任 其实新南威尔士州就在这个星期开始 廉政公署 开始长达一个星期的听证会 就会调查这位曾经是澳洲最有权力的女士 是否卷入了她前男友的贪负案 那究竟 我们的ICAC 即是廉政公署在调查什么呢 那么 我们廉政公署在10月1号发的声明表示 调查的重点就有两笔拨款 分别就是2017年拨给 Australian Clay Target Association 的俱乐部 以及会议中心550万的 拨款 以及2018年给WagaWaga Riverinia 这个音乐学院3000万的拨款 澳洲的廉政公署就说 他们正在调查前州长是否因为 跟他前男友 麦佳亚的 私人关系 而在公职和个人利益冲突的情况下 行使公共职能 涉嫌 违背公众信任 他们 澳洲的廉政公署 也在调查前女州长是否违反了 反腐败独立委员会法 是没有可以报告任何 他有 合理怀疑的 涉及 或者可能涉及 麦佳亚先生 腐败行为的事情 即是少于宣布 还有 他的行为是否 可能帮助或者鼓励了麦佳亚先生 的腐败行为发生 真是 很严重的 其实我觉得他有机会坐牢 真心地说 真是狼当入獄 那现在他是不是 没有男朋友 这位曾经澳洲最有权力的女性 不是的 他有的 但是 其实也挺尴尬 每一日 这个星期 每一日见到前男友 他现任男友 就可能陪他一起出庭 那我们看看这件事 其实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即是我们的公营广播机构 ABC就说 前女州长 撥款给刚才说的 区乐部 550万澳币 麦佳亚 一直支持这笔 撥款 2017年1月 他在 一场 新闻发布会上 宣布了这笔 550万 的撥款资金 后来 澳洲的廉政公署 就了解到麦佳亚先生 是想从这个项目当中 获取一笔佣金 虽然这笔钱是通过 州地方发展 环境及旅游基金提供的 但是 资金是通过一个 没有竞争的程序撥款 为什么没有竞争呢 所以要查 而且最初是来自 这位 新州的 女州长 当时 她是新南威尔士州的 财政部长 她 她 就是负责监督 这个基金 即是你监督的基金 撥款给她男朋友 支持的一个项目 550万这个项目 她男朋友从中 撿到几十万澳币 女州长就说 据她了解 这些撥款都是走了正常的流程 她是没有干预的 后来 提交上去 医院的调查报告也显示 2016年 麦佳亚先生 代表 Clay Target Association 给前女州长的信 其实就是要求她 可不可以撥款 到一百年 华家华家的 Riverina这间音乐学院 获得了三千万撥款 引起 反对党工党的注意 因为这笔撥款 比起其他音乐学院 加起来的还要多 女州长 就在一个预算 评估的 听证会上 否认是她曾经签止同意 给这笔额外撥款 虽然 资金书面 已经确认的 这个 信咸上是用她抬头 的信指发出来的 其实谁会出现在听证会呢 澳洲的 ICAC 即是廉政公署 已经发布了听证会 第一星期的证人名单 被传召的人真是厉害了 很多 包括另外一位新南威士州的 前州长 所以 这个 执政党的大地震 为什么呢 因为新南威士州就是执政党 自由党执政的 包括 新南威士州前州长 默拜 还有 新上任的 自由党 副党会 Steve Wood Aires 还有 资深政治战略家 Nigel Brunden 他在担任前州长的工作办公室的时候 是为 很多新南威士州的 资深政治人工作过的 还有 Chris Hunger 就是新南威士州地区 厅的 副秘书长 还有Michael 就是新南威士州体育办公室的负责人 还有Paul Dumer就是 前负责人 所以看到 这宗案令到执政的 自由党 都是大地震 很害怕 因为很多 他们的前 资深 政治人 以及 厌阴的政治人 可能都会 惹到一腹 到时澳洲 真的不知道 变成了 另外 我们看到 在 在听证会上 这位 前杜尔州长 也对他前男友的行为 感到震惊 究竟 他们是真的 有个恋爱关系 但是没有申报 究竟他会不会因为他前男友 而坐牢 我觉得 真的有机会 真的有机会 到时 我们总理 Scott Morrison 也会担心 为什么新南威士州 都是自由党的一个 比较多票的地方 是他们执政 是吗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